蔡英文總統的密業期即將結束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不喜歡他的人有42.6% 已經超過了支持者 正如同失戀的少女花錢算命找未來 小英總統單單在11月 就花了4500萬 在不同的部會一口氣做了8個 與與其相關的標案 想拯救一絕不爭的民調 要怎麼樣才能讓大家喜歡我 有的案子千萬起跳 與其標案的執行內容 到底是在必殺嗎 讓他甘願一下抽掉國庫這麼多錢 其中一間承包商表示 如果只是要調查民意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搜尋引擎 比對網路上的討論串之後 能夠在關鍵字出現後的一個小時之內 通知現在引爆的議題是什麼 了解民意是沒有錯啦 但一個月之內花了這麼多錢 該做的事情好像都沒有做 那少女小運的煩惱 是何時才能夠解決啊 喜歡我 不喜歡我 喜歡我 不 不 不喜歡我 啊 啊 好